电动车一起火马上什么频道都播出来 电动车到底安不安全 因为有很多报道我们可能看到 为什么这个电动车它的那个电池又自燃了 就是又起火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然后我们也看到可能本地不常见 因为本地的电动车数量也没有那么多 不过我们看到美国啊中国啊 通常都会看到一些这样子类似的报道 所以比起普通的汽油车 是不是电池驱动的车会更容易起火呢 电池跟普通软油车起火 两步在敏感的状态肯定会起火 但是如果你算它的比率的话 电动车其实比较低一点 软油车已经在这市场很多很多年了 即使起火也不会被新闻爆出来了 通常一来到电动车一起火马上 什么什么频道都播出来 尤其是在不同的国家 什么事情发生肯定会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电动车一起火之后 很难扑灭 要等时间 这方面消防肯定有现在有它的考量 但燃油车起火会比较容易扑灭 这是我们不可否认的地方 所以现在在电动车 他们是还没起火之前做什么措施 比方说系统 比方说是在新加坡 来到充电桩 一定要做政府的认可 来到电车 他们一定会有一些很严的措施 对 所以它是什么原因起火 有时候用户改装车 有时候是电路短路了 所以在燃油车也是有发生 尤其是蛮多年 就是你来到五年六年的期间的时候 你在保养的时候 没保养好的时候 燃油车还是会起火 只是在起火的时候 是怎么去做好这些防范措施 是 那男先生 现在的保险费 是不是电动车会比较高 保险费的话 我最近有卖一些 但是我感觉没有说 没有太大的区别 会比 传统车或者是混合动力车高 甚至贷款 贷款率率有些银行 就有一些所谓的green 就是说如果你是存电 或者你是混动 它就会给你比较低的利息 那荣杰呢 你会不会担心 就是你在选车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也是你的考量之一 其实还好 因为毕竟两种都会起火 如果撞击强烈的话 其实 因为电车之前 就好像我们之前有看过新闻 有些人 就是台湾 香港有个明星 就他的电动车 发生意外之后 起火燃烧 所以其实 让我 其实我反而比较不担心这方面 因为毕竟新加坡 也不可能跑太快 通常都是小小的 砰砰砰撞撞 所以我觉得还好 还好 我们来猜一下 因为我有一些数据 你不要偷看 在这边 我有一些数据 就是 发生意外 就是燃烧的 那个百分比 因为我们不可以 拿那个 absolute number来比 因为我们的电动车 还算是比较少的 所以你觉得 在2022年 哪一个的 就是自燃的 自燃率 会比较高 汽油车 电动车 还是混合动力车 电动车肯定比较低 电动车比较低 然后最低的是哪一个 混动车 混动车 我才是电动车 电动车最低 好 我们来揭晓一下 2022年呢 汽油车 其实很低啦 都很低都很低 就是0.000223 然后电动车是 0.000219 就低一点点 然后呢 混合动力车呢 是0.00052 所以它是最低的 其实混合动力车 是最低的 所以其实 大家不必要担心 因为真的很低 电动车 其实它的比率 是0.000219 不过它只有两辆 一年啦 两辆 OK 算高不高 说低不低 就这样子 也不知道原因啦 其实起火 就像杰明讲的 电动车 需要更多的资源 去扑灭 这个才是 比较大的挑战 我觉得 就危险的地方 其实是 它扑灭的时间 跟扑灭的方式 比较难一点 就好像 我听说过 一辆车 普通的软油车 扑灭只需要 大概4000公升的水 可是电动车 需要4倍或以上 所以好像中国 还是其他一些国家 他们会实行 不一样的 就是电动车 有电动车的车牌 连汽油车 有汽油车车牌 所以当电动车 起火的时候 他们的消防局 可以知道 需要使用什么措施 来扑灭 来减少那些相对的影响 对使用者的影响 这也是我们有个LTA 所提议的就是 电动车 尽量放一个 不同的牌照 就是车牌 所以出事的时候 知道要怎样救 还没有出事 其实保安就能知道 充电的时候 是谁停着 然后当然出事的时候 能够马上 更快的去解决 是 其实这个消防局 应该有在 在考虑到 这个电动车的车牌 用什么颜色 如果到时候 真的有发生 要着火 电线短路的时候 要怎么样去应对 我看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事先安排一下 而不是到时候 这个是传统车 还是纯电动车 都不懂 所以有些车款 都看起来是一样 你也不懂 它是电动车 那汽车工会呢 因为现在整个市场 都在转移到电动 你们那边 有没有怎样的一些改变 我们目前 比如讲说 平行进口商呢 比较吃亏一点 因为新加坡采用的是 那种充电插头 是TAP2 但是在日本呢 它是采用TAP1 如果我们在那边 在那个Domestic Market 要买就是进口呢 就是插头不一样 路交集也不会 Approve啦 所以在现阶段呢 就会吃亏一些啦 但是接下来 还要跟路交集商讨一下 这个所谓的Adapter 到底是可不可以接受啦 好 那我们现在都知道 本地2040年完全全面淘汰 这个非环保车 我们经过了 这一轮的讨论之后 有没有改变主意 有 绝对 你会想要买 为什么 其实现在也是在考虑着 其实打油方面 其实是不便宜 即使公司有补贴 也有发现到 其实 而且我身边朋友 也有从电车换去 油车换去电车的 他们有告诉我说 其实省很多 省很多 又环保 对 环保 省钱是一方面 其实 开了五年 总结 对我来说 其实也蛮省时间 只要有的充电 你一直做补充的一个生活习惯 你可以省很多时间 毕竟 你一插上去充电 一启动 你就去做你自己购物啊 或者是去看电影啊 或者去吃个饭 回来之后补了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已经是一百多公里住了 对 然后 有时候我就会借我的朋友的燃油车 我讲要动 燃油的动力的感觉 真的是蛮爽的 但是 来到加油的时候 我们会查 哪一个加油站给我比较多 优惠 优惠 哪一个加油站的油会比较好 或者是 或者心痛 或者是你加油了之后 其实我可以在电动车跑多少旅宿 对 是 那梁先生呢 你现在是汽油车吗 对吗 没有 有开车了 当然 我们做这个车行 很多车我们都要试看这个车 所以你每天都在换车 不同款式的车 它到底有什么不同 所以刚才我提到电动车 我也试过 它的这个好处坏处在哪里 当然我们也谈过了 当然接下来呢 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接受程度呢 也是要看政府的所谓的补贴方面 会持续到什么时候了 我们记得在十多年前 那个CNG的时候啊 突然间有一个税务进来 那个车完全都不受欢迎嘛 所以要环保当然要双方面 然后车主啦 车商啦 政府啦 一起配合了 所以今天还是 你的关注点还是今天 如果今天一拿出来 一拿出来就没人买了 所以大家可以是一个考虑点 价格啦 价格 好 谢谢三位的分享 我觉得今天我受益良多 因为呢我也在考虑 是不是应该换一个比较环保的车了 好 谢谢三位 谢谢